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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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只是不停地在工作 美食节目《12道封位》 古装的电视剧《涂山》 最近就是盲一派电影 就是完成了一部大哄炸 所以一部抗热的 电影 然后有一部就是《决心》 《国精灵》的一部电影 然后正在 现在就是希望明年可以发 一张国语的歌曲 所以正在自己做歌 然后也在录音排舞 我记得拍《涂山》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每天起床的时候 就完全不用打扮 就去化妆间 然后穿回古装 然后就拍拍拍拍 拍到超累的时候 回到酒店 就立马卸妆睡觉 醒来古装 每天都是这样 就是连续三个多月 过这个日子 我好像不是现代人一样 就是好像跟现代的朋友 和现代的潮流 好像脱节了一样 然后我就尽量每一天 哪怕要早一点起床 或者是收工晚一点 也要做运动 然后尽量把自己的生活 硬塞到我的实践表里面 比如说健身跑步 这是完全属于我自己 成为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一定要争取 为自己争取 不然的话 每天睁开眼 就密码去工作 然后工作完 就闭上眼睡觉 好像真的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也抓不住自己 是哪一类的风格 因为我可能一天 就会变另外一天 但是我最要忠誉的就是 一定要令到自己舒服 穿起来的衣服 或者是就算一些 很爆炸性的一些造型 我觉得都要过了自己那一关 要觉得舒服 才可以穿出来 那个感觉 如果能休假的话 我就是很想去美国学跳舞 以前就是 没有时间的话 我肯定会到美国一两个月 每天疯狂的跳舞 然后每天疯狂的去吃那些 hamburger 什么 什么垃圾东西都放在口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 我自己很享受的一个生活 所以如果有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一定要很长 起码我觉得要一个月 一个月就是每天可以跳舞 每天可以很放松的去吃 然后因为跳舞也可以 上化我自己吃的那些垃圾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 我很想去学跳舞 我可以看起来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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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起来 我可以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